好 回來第二節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1月10日 星期五 大家好 台灣倒數變天還是怎樣 台灣命運之夜 命運前夜 那就是 星期五來的 明天就是台灣投票 明天都可以預告是會錄特輯的 會講台灣選舉 星期六底是不講就不行的 明天有其他更加嚴重特發新聞 例如林鄭月娥被炸死了 例如李家超突然堕樓身亡 或是伊朗發射核彈 一定會說 不用擔心 那應該沒有的 暫時沒有啦 這一節要說回都是香港的東西 因為今天 是網絡世界 風窮 討論一宗案件 就是這個 Telegram 的一個Channel的管理員 被人拘捕了 告他 煽惑罪 還說會找到其他訊息 會更加加控一些更加嚴重的罪行 就是拿不到保釋的 這件事就是 警方指 警方指是很虛幻的 不過我們先說一則新聞 警方指是在群組裏面發出一些訊息 就是針對警方的 包括一些縱火 煽惑他人 傷人的罪行 即是到了東區財務署 提堂 因為那個案情的嚴重性 是不給保釋的 那麽呢 這個應該是一個女生來的 應該是一個24歲的女生來的 那麽就是 在港專那裏讀書 那麽就是 我們聽回一些 比較知情的人士去說 就說 這個admin 就不是一些很前線的人 原本都是屬於一些比較和理非 在背後 可能會 幫忙叫車 幫忙運一下 物資 就是那一種 但是 所以 他其實就不是 又不是 前線勇武分子 又不是說 有政黨背景 在這裏很努力 可以很容易找到 支持的人 所以我們的網友 也提及我們 這件事一定要說 最好可以幫他 因為他被困了 其實他相信 純粹是基於他管理那個群組 不是因為他在裏面說了甚麼 如果你純粹因為他是admin而告他 現在到底Telegram還不安全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 以往我們 有些前線人員來聯絡我們 第一時間問我們有沒有TG 他們不願意在電話裡說 也不願意在 在這個 WhatsApp說的 Facebook當然不會說 所以 他們是一定要 覺得是TG很安全 但是這個 警方 是不是代表 TG安全已經是 畫上這個句號呢 接下來 坦白說有這個可能 首先 大家都知道現在基本上扣這些罪名 那些煽惑罪 本身就是一些很虛幻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其實是跟那些不誠實使用電腦一樣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基本上 那條罪雖然是不誠實使用電腦 但實際上他就說你有犯罪意圖取用電腦 就已經重用了 換句話說你在網上 說一些言論 可能是犯法的 而他相信你打算是會負之於實行 那就已經是糟糕了 其實那個罪名 是很寬鬆的 本身已經是相當寬鬆的 那個不誠實使用電腦的罪行 再加上你還有 萬能key的那個叫煽惑 是屬於 萬能key罪行之一 他是 控告不到你 執行那件事 例如我偷 飛鴨集結 他就控告你 煽惑人家飛鴨集結 煽惑就一定是關於你 煽動其他人去做一件事 多數都是關於 那些跟集會遊行有關的事情 因為你不會煽惑到別人去執行一個很嚴密的犯罪計劃 你只能夠煽惑到一些 衝動的犯罪計劃 現在呢 即是他現在告這條罪 也不准保釋 老實說 煽惑他人做一些行為 你要有提供證據 譬如他是主張 譬如是在谷裏叫人家這樣做 那麼如果他是 純粹是一個 admin 或者他可能發佈一些訊息 或是和理非訊息 那麼這些事情 是不是可以亂告呢 我相信警方 也不理他有沒有做過 或者有沒有 類似這樣的事情 肯定也是亂告的 現在警察的策略就是拘捕了你先說 是不是也先挫了你 裁判官也是大部分 配合警方 未審就先判了 今天 《立場新聞》也出了一篇關於這宗新聞的一篇文 到底現在 管理一個TG頻道 未審就先要還押你一年了 到底現在是不是一個 人道災難呢 司法災難呢 現在所有的警察都說要守正需時 押後的案件 又限了半年一年 讓我講一下內容 律政署 那裏就是濫告 造成司法災難 我想大家都很明白到底有多麼災難 因為現在 再說回 這裡有些詳細的資料 因為你拘捕了這個女士之後 其實 基本上 那些證據是沒有拿出來的 就是跟你說 罪恨 很嚴重 證據 我們還沒準備好 因為很嚴重 所以就還押 不要放出來 反過來就很危險 很危險 不停地露出這兩句 然後你的邏輯很矛盾就在這裏 你既然指控得那麼嚴重 但你又說你的東西 不準備好 然後你的東西還沒有 所以要不停地押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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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的法庭就說很嚴重 他很危險 然後 你跟著 一 我不知道你在告甚麼 到底是我裏面寫了一些東西 還是我是作為admin管理這個群組 所以你告我 內容其實是不明的 證據又不明 然後我就要 被你困住了 我等於 我等於坐監 我等於坐監 二 我等於被你警察俘虜了 其實現在 其實 法庭基本上的 說法就是 我不管的 其實警察是負責 執法的嘛 他們說有甚麼內容都可以聽說 其實他不會介入 主要的主張是 我不會介入他裏面的東西 問題就來了 其實 警察說甚麼就說甚麼了 警察一說 見案很嚴重 接下來還會加控其他控罪 現在香港問題最大就是警察 犯罪法 現在警察不斷犯罪法 而沒有制衡嘛 半年以來 最大的問題就是在警察身上 所有事件基本上都跟警察有關 幾乎每一件事 幾乎每一宗命案 每一宗不公的司法都跟警察有關 然後你律政署和法官就配合警察在迫害市民 除了送中條例之外 除了送中條例之外 跟警察有關 往後的任何一件事件都跟警察有關 你選擇 完全 不理這些事 別說你站在那邊 你不理這些事 等於站在那邊 你不理這些事 等於完全是 向他那邊 你沒有作出一個公正的裁決 你的律政署 整個律政署和法官 完全沒有作出公正裁決 沒有站在正義一方 我相信越來越多 足夠的 我們之前 這個節目也說過 大家應該多做一些數據 關於 控罪有多重 為甚麼不給保釋 有些原因 不給保釋的數字 其實這些事 這個案件其實是要 引起國際關注 因為這個 完全是一個二言入罪的案件 這個簡直是 如果你真的參與暴動 當你真的有暴動 真的有衝突 真的拘捕了人 當然 政治上我們認為是有問題 因為也是一個政治打壓 衝突 是因為和你政權衝突 不是因為犯法 你就把他包裝成犯法 你就當是犯法 那天也算了 被你抓了 還押 但你這個完全是因為基於你管理一個 網絡的群組 這個以言入罪的很明顯是 一種 一種言論自由的打壓 因為其實外國人 包括美國人 是不明白這些東西的 你們其實是要 要解釋給他們聽 要解釋給他們聽 控罪有多不合理 因為其實 對於他們來說 言論自由 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美國 各個地方一定有類似的法例 但是各個地方執行 所謂 電腦犯罪的案件 以針對黑客為主 跟香港是完全不同的 香港那個 關於電腦犯罪的那些控罪 那些案例 如果大家知道香港普通法 那些案例根本已經是 完全分裂了 跟歐洲那些 普通法的歐美案例 完全分割了 香港 香港是另一套 完全是 普通法基本上就是一些案例 大家互相參考 你去到變成一些 獨特的案例 而對方覺得 你 那個 發展關係已經變成沒有關係 他不再看你那些案例 其實你那個案例 純粹是在你 那個本地適用 其實那些案例 簡單來說 你對於歐美 一點參考價值也沒有 人家是匪夷所思的 對於你那個 那些範圍的控罪 邏輯 這個其實大家花點力 我知道大家不是專業訓練 但你也要做的 我們說真的 我們沒有一件事是專業訓練的 大家除了自己 認識的範圍之外 每一件事 在這個運動裏面 都不是專業訓練的啦 當然包括示威者 但為甚麼越來越專業呢 就是因為 你一直打仗 一直學習 我建議這樣 不如將由6月份開始到現在 有哪些是還額了 警察一直提供不了證據 而那個人其實 未審就要坐了幾個月牢 甚至乎可能要坐一年牢的人 我們將數據 整理好 大家看看幫幫忙的啦 因為你叫我們搞 我們一定沒有時間搞的 我們呼籲大家要做一個這樣的數據表出來 哪個人 從何時開始還額 還到現在 都是未有證據的 因為我們看很多報紙嘛 或是傳媒要做的 蘋果日報 或是其他 報紙要做的 做一份這樣的數據出來 這些基本上是 你沒有犯法 即使沒有犯法 之前已經被抓了 坐半監 坐一年或半年 喂 在香港啊 很多商人剛剛拿著斧頭斬任 都是判9個月而已 你現在這樣 等於 等於我們那些人 等於被他刪禽 等於被抓去坐牢 等於被抓去坐牢 等於被你們 俘虜了 根本就是俘虜了 俘虜了抗爭者 你現在完全是 你只是當作戰犯 拘捕了那些人而已 然後不讓他們出來而已 你根本就變了俘虜了 就算沒有證據也好 都會關你9個月 然後我不夠了 等你放得出去 就關你9個月 這件事 是 很嚴重的 這是人道的災難來的 你用司法迫害的人道災難 這件事呢 國際線的朋友 請幫忙把那些 資訊做好一點 除了要說這件事 之外 當然要繼續討論TG的安全問題 現在以我們理解 警察是會用盡各種 專業的軟件 包括外國 用很高價錢買回來的 破解軟件 去破解你的電話 然後打開你的電話 就像這宗案件一樣 在裡面搜尋了什麼 有什麼證據 現在我相信不是 TG 在網絡上面 的安全性問題 現在是你那部電話 到最後 假如你被拘捕了 去抓走你的電話 然後用盡了一些 最強的軟件 解鎖 嚴格來說那些其實不是解鎖軟件 那些是 Forensic的copying 那些是一個 發證 的軟件來的 其實他是把整個電話 敲背了出來 等於把裡面的資料 敲背了出來的 資料之後 其實你就拿了你的電話機 鎖不住 其實他在用那個 以我理解的軟件的原理 應該是這樣 他就不是去破解那個鎖 即是黃之鋒就是這樣被人 copy 裡面的資料 當然啦 其實那些電話的保安 系統本身也是防止這件事 因為如果你知道可以被人抄走 那你其實鎖就沒意思了 等於你的房間鎖在門口 後面被人隨時進來 本身也是有鎖住的 但是其實我們好像說過 如果不是最新銳的 最高版本的 蘋果的iOS 其實那個 也是會擋不住 那些軟件 所以 簡單來說 現在不是在網絡世界 找到一個TG account 找到IP 當然其實有很多原因可以找到你 包括你不小心說的東西 透露了你的位置 之如此 如果純粹 技術層面來說 不會無緣無故在公海的TG 找到那個 account 是哪個號碼 位置在哪裏 是哪裏 是哪裏 正常來說 這方面應該是 不可以的 所謂的TG 所謂的賭破TG 不是在TG的 領域裏面 去賭破的TG 而是在你的電話裏面 打開你的電話 就是你用的 那裏面 就先找找 有什麽事是犯法的 找找 有什麽 火魔法 有什麽 打狗 找找找找找找 就是google search 勍江找找找找找 wanna 接着去控告 接着就 informal 花火要 packing 把你俘虜了 就是這樣 那麼他一年誰賠給他 法官要負責嗎 這很明顯就是沒有了 如果你甚麼都不負責 我們把你的裁判官的名字舉到美國 要美國制裁你 你不要以為沒有成本 你現在是助就違約 這個問題也討論過了 先做好那些文宣 先做好那些說法 先做好那些說法 你也要有些內容 內容是甚麼要做好 也不要制裁錯一些無辜的 有些人可能是在暗地裏站在你那邊 人家不可以擺明 站在你那邊就像白頸一樣 有時候 你會不小心對付了一些在幫你的人 這個可能性又不是零 所以你就要做些數據 做多一些數據 誰就 橫押得最多的那些叫做示威者 最多不給保釋的那些 大家做一份數據 他有往跡 可以查了 那個就把那些名單交上去 給美國 看看美國如何制裁他 我們相信美國的制裁 也是多於你那個制度 當然啦 這件事就是其中一個恐怖平衡 為甚麼我們這幾天不停地說 伊朗和美國之間的 對抗 這也是一個恐怖平衡 有反擊能力的人就害怕你 會投鼠忌器 現在香港警察 基本上已經是 近乎完全沒有任何制衡 現在你喜歡做甚麼 喜歡去 包圍貨輪 喜歡說人家是誤報 喜歡說人家是誤報 然後喜歡說集航案件 你是基本上完全 監警會這陣子好像徹底像潛艇一樣 完全是失蹤的 這個廢物來的監警會 其實到底你現在的制度 你從來一點制衡都沒有 完全沒有 鄧炳強就直接找了一些人 在網上打手 也不知道是不是你那些人打下去的資料 你也是負責在那裏做TG公開 假裝說暴力行為 一會兒就拉為admin 有分鐘是他們寫的 請問你要插裝有多難呢 門檻越來越低 鏡頭拍著他們也插裝 何況這些沒有鏡頭拍著 我真的覺得 真的沒有說錯 我們現在真的要美國介入 想想想 交過去才算吧 我相信他們公正 就跟你們說相信那裏是公正一樣 我們就等他們判了 看看有沒有無人機飛過來 亞馬遜那些 我們現在呼籲網友幫忙弄你的資料 每一個 被捕者 每一個不准保釋的手足 什麼時候開始不准保釋 警察提供了什麼證據 哪個法官 最多把示威者還押的法官 什麼官都好 看看美軍會不會誤詐你 不好意思啊 記錯了 那裏是律政署大樓來的 看錯了地圖 以為是軍營 不好意思啊 賺了律政署大樓 或者是類似的 我不知道 賺了SORRY 不好意思啊 高規格一點 看看這樣吧 好了 這次時間就這麼多了 真的呼籲大家幫忙做數據 拜拜 拜拜